今天是中共的百年黨慶 為什麼要看他們的百年黨慶呢 因為當中恐怕可以秀出 兩岸之間未來的走向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呢 也談到了兩岸關係 除了一中原則之外 還有九二共識 他強調說解決台灣問題 是中共的歷史任務 隨後全場歡呼鼓掌 將近半分鐘 就是這段話引發天安門廣場上 長達23秒 幾乎是全場最長的掌聲 在中共百年黨慶上 習近平再次強調一中原則 九二共識 話聽起來很重 但對比涉台部分 在整場演說中所占的比例 還有擺放位置相對靠後 學者分析 大陸方面並不希望涉台議題 變成討論焦點 為了出席一號上午這場慶典 中外記者跟現場七萬名群眾 從凌晨兩點開始就要集合 通過一連三關的嚴密安檢 才能抵達現場 高規格安排 學者認為對外只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再次對內 確認執政的合法性 所有的鋪陳 加上今天的講話 那幾乎就是再度的潛台詞 就是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 應該不會改變 一場演說強調中共政績 尤其聚焦在習近平任內 再加上黨內看不出其他競爭者浮現 在學者看來 二十大後的中共動向 才是這場黨慶最大看點 不過在國際社會上 中國大陸還有中國大陸的領導人 習近平似乎印象並沒有太好 美國的獨立民調機構 提議由研究中心公佈調查結果 發現百分之六十九的人 對中國大陸是抱持著負面看法 百分之八十八的人認為說 中國是不尊重自己的人民 並且對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信息 跌到了接近歷史低點 所以在歐美國家部分呢 討厭中國的平均比例是百分之六十六 亞太地區是百分之七十七 亞太地區除了新加坡之外 其他國家的大多數人都認為說 他們對於習近平處理世界事務的方式 是沒有信息 表達這種觀點 最多的人在日本占了百分之八十六 接下來就是全球第一線的時間了 我們要是訓練獻給德州州立大學的 注意教授翁呂中翁教授你好 注意好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宏文教授剛剛其實從新聞當中我們看到了 其實習近平談到了所謂的兩岸關係 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九二共識 而且用了粉碎台獨謀圖謀這樣的字眼 其實就這樣子的話語來鑽研的話 您認為說其實對台灣還有對中國大陸 未來的關係是去好的方向走 還是恐怕會有一些相當的惡意隱藏在裡頭呢 是 習近平今天的這場百年的 建黨百年的談話呢 事實上一場談話我相信會有各自解讀 什麼叫各自解讀呢 在台灣的朋友我們相信我們知道 在台灣的朋友各自有立場 對於中國大陸可能比較反感 或者是比較不願意跟中國大陸交往 認為台灣應該走出自己路的朋友呢 可能會覺得這是一場老調重談 習近平絕對不會向台灣釋出任何的善意 跟過去的談話沒有兩樣喔 可是如果是抱持了比較開放的態度 認為兩岸應該朝向和平對話 至少要建立溝通管道的朋友 可能就會看出自理行間的一些談判的空間 怎麼說呢 如果把今天的談話跟2019年那一場 比較有爭議的告台灣同胞書的演說 做一個全文的比較就會發現當時所談的 一個中國原則九二共識之外 還談到了一國兩制加上台灣方案 這也是為什麼台灣會一連串的 從2019年之後呢 就在談說九二共識到底是不是等於一國兩制 在台灣引起很多的爭議 但是今天的談話很顯然的 只回歸到最初的一個中國原則加上九二共識 後面的所謂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就只字未提喔 所以我們就說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 習近平的聽起言關起情 習近平在接下來的未來幾年 如果他繼續執政 相信他會繼續執政 繼續執政的過程當中 還有沒有再提出所謂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如果沒有的話 或許我們可以看到 也許願意在兩岸之間呢 真的是朝向比較和平對話 有提供多一點的空間 但是相反的 如果我們再次看到這場演說之後不久 就再次談到所謂的台灣方案 或許我們的解讀就會不一樣喔 不過我們還是要強調這場演說 它確實是主要的 主要面對的聽眾或者主要的受眾呢 它還是鎖定在國內的群眾 如果我們在全文 七千多字的全文當中 你可以看到有26次提到 所謂的中華民族的復興 另外有10次提到所謂的以史為見 這些文字都在在地顯示 習近平要強調的是 中國共產黨在過去100年 帶領中華民族重新站起來 也重新的呼籲所謂的民族的情感 呼喚所謂的民族情感 要做的事情呢 就如同剛剛的新聞當中 大家所看見的 關鍵在於一黨執政的中國共產黨 必須要持續的永久執政 執政的合法性 建立在過去歷史上面 交出的好成績 建立在中國共產黨 成功的把中華民族唤醒 總共的讓中華民族 可以在國際上面有立足 跟世界列強競爭的一個機會 我覺得這是習近平論述的主軸 基本上維持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 再加上不特別的向外去宣誓 他的霸權的地位 我相信這次這場論述的主軸 至於台灣的關係 可能相較於其他的議題來說 並沒有那麼的重要 所以我們說繼續聽其言 關其情才知道習近平對於台灣 是不是在態度上 真的有做出比較善意的改變 那我們剛才也看到一個民調 包括是針對外國人士 對於中國大陸的這個喜愛度 基本上有七成的人 七成的民眾是討厭中國大陸的 有可能就是之前 以大陸的外交方式來說 都是採取個戰狼式的外交 但是在5月份的時候 習近平說 他們要改造形象 要塑造一個可信可愛 可敬的中國形象 那以這樣的狀態來說 翁教授你認為說 國際可能會買單嗎 是 短期內來說 現在在因為COVID疫情的關係 所以世界各國對於中國大陸的態度 確實是比較朝向負面的形象去發展 再加上新疆的人權問題 香港的自由民主的問題 確實都在在地打擊了中國 在國際上的形象 那當然習近平或者是中國共產黨的高層 也非常的理解 現在中國在國際的形象有所受損 這也是為什麼剛至於你提到的 5月下旬的時候 習近平自己說 中國要去扭轉這個形象 在今天的這場演說當中 其實在對外政策上面 也特別去強調中華民族5000年來 都沒有對外擴張侵略的基因 甚至是強調中國的外交政策 是秉持著和平跟合作 希望可以扮演一個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而不是一個侵略者 所以其實中國大陸在改變形象上面 他也試圖的做出一些努力 我們看國際社會會不會買單 其實有一點從今天的 這個皮尤民調中心的調查當中 可以看出也有 也許有一點機會 為什麼呢 我們知道中國大陸有14億人口的一個龐大的市場 在今天的調查當中有一題就特別問到說 跟中國的交往 與中國的交往也許會傷害到人權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有人權疑慮的情況之下 請問你還願不願意繼續跟中國保持經濟的往來 其實在世界各國的民調當中呢 像是新加坡 日本 韓國 還有包括了台灣 對於這樣的一個回答呢 事實上都不是全然的覺得我們應該尊重人權問題 而不跟中國交往 以台灣為例 有45%的民眾在這次的調查當中認為我們應該更重視人權 但是同時有39%的台灣民眾認為呢 我們應該要繼續的想辦法跟中國和平的發展經濟的關係 那麼在新加坡跟南韓都是想要繼續保持跟中國的往來 多於重視人權 所以換句話說 中國要努力的去扭轉形象 是不是會讓國際社會買單 其實針對現實利益或者經濟利益的角度來做思考 或許不是全然的沒有機會在他的努力之下 但是後續要看戰狼外交是不是又再次的放炮 或者是說未來的中國是不是再有更多的負面形象 有侵略的形象出現 如果持續中國做出比較和平的動作的話 也許真的形象上有逆轉的可能 那再來呢 我們把這個鏡頭轉到國內來 看到是TIFA的會議順利的落幕了 美國的參議員盧比歐公布了42名跨黨派的議員 寫給美國貿易代表戴琪的信函 當中寫的是什麼呢 他們希望戴琪著重TIFA 開始為雙邊洽談 簽署自貿協定來做準備 而他們也指出說了 美台貿易對話有它的重大戰略重要性 而台灣其實在過去也證明了 是美國的真朋友 不過我們來檢視這一次的TIFA 第一次的會議相關結束之後 初步的成果到底是什麼呢 以台灣來說 其實我們非常希望可以看到 或是戶續美國來一起合作的 包括是疫苗代工 還有整個半導體供應鏈的問題 甚至BTA的簽訂 但是在美國的態度上 美國的貿易代表署的新聞稿 似乎對這件事好像有點冷處理對不對 汪教授 是我們可以做出一個稍微做一個比較 我就在台灣方面 我們都非常期待這件事情 對於台灣來說 台美之間的貿易協定呢 或者甚至雙邊貿易的自由貿易 我們期待了非常久 從2016年到現在 將近五年的時間沒有任何的進展 所以在台灣方面 不論從政府民間政治人物 跨黨派的都希望台美之間有更好的交流 尤其在經貿上面可以有更深化的這個連結 但是在美國方面 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出貿易代表署 處今天所發出的這個會後的聲明 看起來給的非常籠統的答案 唯一一個真正比較有進步的是說 在各項的貿易議題上面呢 台美之間願意建立一個工作小組 進一步的進行磋商 所以我們在這樣的新聞的訊息當中 可以看得出來 美國可能稍微的比較謹慎一些 對於未來呢 不是說不樂觀 而是稍微的謹慎 在還沒有談定結果之前 不願意做太多的承諾 即便是參議院有這麼多的議員 願意支持台灣 但是也不願意太早的做出口頭上的承諾 或者是書面的承諾 相對來說在台灣 我們可能有很多的期待 已經告訴了民眾 這一點我覺得在台灣的民眾呢 我們雖然覺得很高興 或者是很樂觀 希望台美之間有快速的這個 貿易的交流的發生 貿易的協議的簽訂 但是其實現實跟理想 可能會有點落差 這一點我覺得政府 或者是政治人物 有必要跟大家講得更清楚一些 讓大家稍安勿躁 畢竟貿易談判絕對是快不得也急不得 因為這跟國家利益有關 我們必須逐條的 好好的去守住台灣的國家利益 好那麼再來看到金融時報獨家的報導指出說 美國還有日本在川普任期的最後年 其實有秘密的針對大陸攻進台灣 進行兵推還有軍演 而在2019年前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決定因應大陸對台灣 還有釣魚台的威脅 擴大了軍事準備 而這些準備工作也延續到 現在的拜登還有菅義偉政府 而針對這件事情 王教授是怎麼看的呢 是 其實美國跟日本的連結 尤其是針對印太地區的戰略部署 事實上美日之間近年來 它的連結是越來越強化 不論是在實兵操演 還是在戰術戰略的兵棋推演上面 都有更深的連結 當然這份英國金融時報的報導當中 也點出來從2017年開始 事實上台灣的軍方就已經開始 跟美日的這樣的合作 進行接觸 而且甚至也開始提供了 初步的一些軍事上面的情報 作為互換 所以換句話說 台美日之間有某種程度的交流 交流在關鍵在哪裡呢 我們傳遞出來的訊息是 確實在台海的 確實是有軍事衝突發生的可能 雖然現在可能性不高 但是確實有這樣的可能 所以要告訴台灣民眾的 透過這樣的媒體 可能我們要看清楚的是 如果國際的媒體都報導了 台海可能有戰爭的危險 在台灣的民眾 是不是在新聞的獲得上面 或者是在資訊的取得上 是不是有意識到 也許台灣的國防意識 應該要更進一步的做好 做好更多的準備 我們在以今天華盛頓郵報 所揭露的一個獨家報導當中顯示 美國的智庫透過了衛星 看見了在甘肅省的玉門市 中國大陸部署正在秘密 部署119座所謂的彈道飛彈系統的發射台 雖然不知道這個彈道系統發射台 是不是都要完全的部署彈道飛彈 或者只是做一個幌子 因為在軍事部署上 有的時候發射台 它可能是一個空架子 但是重點是 中國大陸在跟美國的軍事差距 雖然還有一段的落差 但是中國大陸並沒有放棄要跟美國競爭 或者在軍事上面做好準備 也就是說在中國大陸跟美國的競爭當中 軍事的威脅 對於亞太地區的軍事威脅 確實是存在的 這一點可能在台灣的朋友 或者是我們在台灣 要去注意的是 怎麼樣來強化自己的國防實力 要強化國防實力 就必須要讓民眾先有知的權利 讓民眾了解 我們需要做更多的事情 尤其是年輕世代 可能要去思考的 不只是我們口頭上說 我們要守護台灣 在行動上跟心理的準備上 也可能要做好 為台灣付出的一些現實的準備 那麼再來看到是德國的國防部長 周三的時候訪問美國 也宣布會花費11億的歐元 大概是台幣370億 採購了8架P-8A的海神巡逻機 可以滿足德國在長城海上的監視 還有空中鎖定潛艦的迫切需求 我們要繼續請教汪教授 對於這個軍購愛您的看法 是德國採購的反潛機或者是偵察機P-8A 事實上對於德國從軍事的角度來說 這是德國迫切所需要的 因為他們原來有的偵察機確實是比較老舊 他們針對的部分是在歐洲的地區 尤其是俄羅斯最近也是動作頻頻哦 對於德國來說雖然跟俄羅斯 有所謂的北溪二號或者是其他的貿易的來往 但是在軍事的部署上國家安全的角度 德國也必須要有自身強化的能力 自身的國防能力能戰才能和 要強化自己的軍事實力 才有可能進行所有的貿易安全的對話 所以德國在軍事上面採購美方的反潛機 或者是偵察機P-8A 事實上是一個合理的選擇 但是在政治上我們值得我們去思考的是 德國跟美國的關係在這個時間點 尤其在拜登上任之後 不但是在表面上面 梅克爾跟拜登有了更多的結合 更多的交流 現在在軍事的採購上面 也願意付出更多的 跟美國的軍方有更多的採購案 或者是有更多的軍事交流 某種程度上也顯示了 美國跟歐洲國家 歐洲的幾個大國 它的關係確實是拉近了不少 這個對於整個歐洲的安全 或者是甚至未來 美國跟歐洲國家在其他 譬如說印太地區的合作 可能都有間接的關係 至少是朝向美國所期待的正向發展 那對台灣來說 也是應該是樂觀其成才起 好 那我們再來看到 就是一年一度 俄羅斯的普親直播連線活動 等於說普親讓大家問到寶了 他透露說他接種的是 俄國的國產衛星V疫苗 而且呢他也談到說 會不會跟烏克蘭的總統來會談呢 他回應說他不是在拒絕會面 但雙方目前沒有什麼好談的 他也認為說 烏克蘭事實上已經被華府 還有歐洲各國掌控 另外談到俄美關係 他認為說兩國的關係 會走向正常化 不過他在講這句話之前呢 其實他也說了 其實美國霸權時代已經結束 在這一場的訪談當中 他是這樣點名 那以翁教授 你怎麼來看 他這一次算是一個大內宣的行徑 還是他其實某種程度 也向國外釋放一些訊息呢 是 其實普丁這次展現得非常有自信 如果我們稍微看多一點的 國際媒體的報導 在內容上面 對話的內容其實講得非常的詳細 尤其是談到剛剛志宇所問到的 美俄的關係 他特別點出來 美國已經不再像是 過去一超多強體系裡面 那個超級霸主的美國 現在的美國實力已經大幅的衰退 他甚至開玩笑 有點調侃的說 如果不是美國實力衰退 拜登根本不會見普丁 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必須要承認 普丁這個領導人 事實上並不是只是一個KGB的頭子 並不是只是一個非常專制獨裁的領導人 事實上他在軍事的謀略 或者是整個的國家安全的算計上面來說 他其實有非常非常深刻的見解 在美俄的關係上面 他看準了美國跟俄羅斯的差距 美國跟中國的差距 不像過去這麼大 所以我們之前一路在分析 美俄之間俄羅斯知道自己的角色變得更加的重要 因此普丁的聲音 普丁感覺起來就更加的游刃有餘 好像在國際的外交上面呢 有更大的話語權 因為他知道其實美國現在真的可以制衡 俄羅斯的力量是確實是比較小的 所以未來呢 我們可以看到在美中俄的關係啊 尤其是普丁現在展現出來的自信 真的讓我們會覺得美中俄的關係 非常值得繼續觀察 美國如果沒有辦法取得更多來自歐洲盟國的支持 或許真的會缺乏一點力量去制衡所謂的中國跟俄羅斯 尤其是如果中俄之間有更緊密的連結 對美國恐怕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這個我們可以持續觀察下去 好 我們在今天也非常謝謝汪教授 接著我們的訊息連線提供經濟的觀點 謝謝汪教授